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是这个值吧 然后给它做什么呢 负的 负的加什么 px 那么对应的这个 y轴更改 也是top 对应的这个值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了吗 是不是可以了 鼠标离开的还差一个 还有呢 mos leve leve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 叫mosleve的函数 mosleve under mosleve under 写一个 还写一个mos enter mosenter 然后我们在这里都使用一个 这里写一个e 如果 e.type 等于一个 mosleve enter 如果它等于mosleve 我们就让谁显示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 back image 点 style 点 display 点 什么呢 display 点 什么 等于一个 block 是不是呀 否则的话 如果 e.type 等于一个 mosleve mosleve 我们就让 这个 干什么 隐藏 是吧 那这个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当鼠标放上面是隐藏 拿开就没了 是吧 你看 离开就没了 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做好了 对不对 然后该写底下 谁了 下面东西了 是吧 对吧 OK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写后面 再写 刚才我们写到了 在这个里面 做了一个这个内容 那么将来我们这个图片 会不会换呀 会吧 是不是 一点选这个图片 是不是都换了 那点选换了 我们这句话到这句话 是不是就要给它改出来 对吗 我们在这把这句话切出来 切出来以后改在这里 写了一个什么呢 写了一个faction faction这块有一个site image site image 然后把这句话放这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设置什么呀 我们在这设置 如果在这里 设置一个src src 就是什么图片 是不是 是不是图片 然后在我们这里增加一个else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们把第一个元素 把谁呢 smile image当中的first element chart 是不是那个图片 它的src 指向这个谁呀 src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也直接设为什么呢 src 底下这个呢 也设置为src 对不对 这个我们写成什么呀 写成模板 字符串模板 url 括号 里面是 dollar 大括号 src 是这样写的 对吗 这个能理解吗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里面只有一个元素 我们增加一个图片 如果里面有 多个元素的时候 我们取到 它里面的 第一个元素 它里面第一个元素 是不是那个mh 修改它src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第一个设置的这个是 谁呀 是1.jpg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那我们在这不设 在这不设 在这先不设 我们可以先线上看看 mh 斜档 1.jpg 我们一会儿要把这一条删了 因为在这肯定是不设的 是不是有了 对不对 我说在这改成什么 2.jpg 是不是就变了 对吗 嗯 好 这个就是这一条 我们先把它删了 不要 没有呢 开始就没有嘛 我们这个div 就是我们所说要做的那个 轮波图 这个轮波图和我们前面用的 轮波图它不一样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一个的调整 一个一个调整 听听了 它一个一个调整 调整最后 调不动了 就不忘后了 听明白吗 调整最后调不动了 就不忘后了 那么在我们这里呢 需要有一个 两个 两个什么呢 首先有两个按钮 就是左右两个按钮 左右两个按钮 我们在这设置div div 两个按钮 然后中间是那个大的div 中间是那个大的div 所有两个按钮呢 我们在这里都给它做什么 做图的 第一个叫class等于一个 什么呢 knife的bin 第二个 底下这个叫class等于一个 write的bin 我们先把这俩图给它弄出来 点classbin 还有一个点 writebin 然后再紧接我们还设置 还需要设置这个外面这个div 这个class等于一个 叫做 icon列表 icon list icon list 就是 容器 图片的图标容器 点icon 它的宽度 宽度是多少呀 宽度刚好跟上面这个宽度是一样的 是吧 这个上面宽度是 350 底下这个也是 350px 350px 然后紧接着 给它做一个position 看一下 这个 这个已经做了 smile image bag image smile image是什么 是relative 是吧 好 那它就不用做了 高度 高度设置一下 这个高度是多少呀 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是一起的 多少 54 54高度 是吧 54高度 54px 然后紧接着 紧接着 这个底下就有这个div了 我们这个div当然看不见了 是吧 那我先来把这个love的bn放出来 love的bnposition 做一个 什么 相对定位 还是绝对定位 注意都是做相对定位 注意都是做相对定位 position 也做一个相对定位 position 也做一个相对定位 这个相对定位呢 它呢 是针对left 是0 这个相对定位呢 它是针对什么 针对right 是0 针对right的视频 然后再紧接 设置by-ground color by-ground的image by-ground的 url 指定地方 image 斜道 第一个是p1e 它 第二个这个 也做by-ground的 里面是url 指定的 是image 斜道 这个是sprint png 设置0 -72px 我看好像是 它刚刚设的是这个 然后再设置宽高 宽度 设置为 22px 高度 设置为 22px 是22吗 应该大一些 32 高度 32px 这个也是 宽高 设置为 32px 刷新一下 这个位置错了 负责 60 52 50 50 有点下来 55 54 差不多了 板啊 在那边的 -78px 前面是-78 -78px 0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 放在那边去 放在谁的 这个的那边 这个的那边 里面这个DIV的宽度 是多少 里面这个DIV的宽度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不要 那是设right了 里面DIV的宽度 先量一下 这个宽度 它怎么都连在一起写了 它为什么连在一起写呢 这是那个list 是吧 这是那个list list 是290 也就里面这个是290px 这个叫iconlist class等于iconlist 在这里写 在这里写 点iconlist 宽度是290px 然后里面这些东西 都给它做的是一个浮动 是吧 因为底下都是DIV嘛 所以我们都需要 给它们三个做浮动 那做浮动呢 我们分别在这里设置 flat边做一个flot 等于一个left 这个也做一个flat 等于left 这个也等于一个他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样子 就在这儿 这个宽度设为290 高度设置为 高度设置为 多少呢 看一下刚才那个值 54px 54px 这个值就会被拉开 好像我看它这个位置设的不太对 我这个一会儿给它调一下吧 这个宽度给它设置再大一点 设成300吧 300px 大概这个样子 然后再给上面这个设置为一个margin margin top 设置50px 20px 20px 然后这个东西整个放下一点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 会放置若干的 会放置若干的 小图 会放置若干的小图 那这若干的小图都会被icon类似的因为遮罩 所干什么呀 所以隐藏起来 那这里面放的都是image小图 小图里面是 1到icon jpg 要肯定是大于谁啊 大于那个300的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给它里面做是overflow 里面给它做overflow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给它里面再做一个什么 再做一个容器来放这个image 再做一个容器来放这个image 看到吗 而里面这个图呢 里面这个我们再给它写一个class class呢 这块设置 它是一个 icon this icon con image image吧 icon image list 写个这个啊 然后在底下 上面这块再增加 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那就应该是谁啊 这些宽度的什么 总和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些宽度总和 那我们每一个宽度实际上都会给它流出一个 2px的什么东西啊 都会流出一个 就是两个px的边线宽度 咱们是不是有边线宽度的 是不是有边线宽度的 所以我们还会给它流出一个边线宽度 那么这个宽度就将来会要我们去计算的 对吗 是不是要计算的 像你这个数据是动态插入进去的 你想想是不是动态插入的 对吧 你动态插入这个数据都是计算的 我们先在这里写上 它的宽度设置为 一张图片的宽度是多少呢 一张图片的宽度是54px 54px 那加上二像素 加上两个像素 我们在这里应该是56px 而56乘以6就应该是多少 计算一下 56乘以6等于一个336是吧 336px 336px 高度仍然是54px 54px 那么这个里面做一个 什么position 做一个什么呢 绝对定位 做一个绝对定位 而它的外层这个呢 做一个什么呢 position 做一个什么呢 相对定位 做个相对定位 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里面 这个图 哎 这个没有干什么 没上去是吧 是没上去 这6章 不够 不够 那再大一点 我们这块再写一个 frontside等于一个0 上去 上去 是不是上去 然后紧接我们还要在 上面这个里头 再做一个什么呢 overflow等于一个 cunder 是吧 就会隐藏这边 就会隐藏这边 那刚开始我们要加这个图片的时候 就会给这个点图片下面的 所有的image 都增加一个什么呢 border 都增加一个border border是一个epx sloaded 再加上一个 上面那个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我们看到这个 是每一个都增加了 对吧 增加了以后 它的位置就会 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给它下面的image都增加 给它下面的image都增加 好 这个是不是就放开了 放开以后呢 我们应该加几个 加两个 OK 这样是不是就放开了 对吧 加两个mg的宽度 对吧 好 加两个mg的宽度 这个时候就会给开 给开 给开以后 我们紧接着 把这个颜色 刚开始的时候 把这个颜色 是有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颜色 调成什么 透明 天天透明 透明就是 transparent 对吧 那如果这个时候 这两个东西 还是给它干什么 流出来了 是吗 是不是流出来了 然后紧接着 我们这个图 这两个按钮 要往下 稍微调整一下 这两个按钮 稍微往下调整一下 这个lab of red 稍微往下调整一下 稍微往下调整一下 这个我们更改 它的top top等于一个 比如说往下调整 五个px 我先把这个两个 都调一下 看看位置 对一下位置 因为这个到时候 可能做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什么来调整 用成的方法 是吧 用这个成的方法 好 这个 这样是不是就加出来了 然后当我们一点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这个 就用该往后 往前移一个 是移谁呀 移整个的谁呀 整个这个 Icon Image List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把 Icon Image List 取出来 取出来 然后在这里获取它 它等于一个 Document Document. Document. Selecture 当中的 什么 .Lab的Bin 对吧 然后再紧接是一个 Red的Bin 等于一个 它 这两个字都取出来了 然后这两个字 我们都需要给它做 点击正听函数 是不是 Advant Listener 点击Click 然后再是一个 Click Hunter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White的 也做这个 也做这个 然后Click Hunter 我们写在底下 Click Hunter 我们写在底下 现在当我们点击 左边按钮和右边按钮 时我们都需要写一个 什么呢 Position定位 Position定位 进行啊 要写一个Position定位 那Position定位 一般要有两个 要有两个 因为它里面展示的 不是一张图片 它也展示是 连续多张图片 是吧 所以我们就要起两个 哪两个呢 一个是最前头的一个 还有一个是 最后面的一个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Light Light这个是什么呢 P2E位 P2E位 那Position 就是个P 然后再有一个 它的值是多少呢 它处置值是零是吧 然后再有一个是 White Light Light 我们在这里 先不给吧 再有一个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Last 我们在这写一个 Pot First吧 F-L-S-T 是吧 L-A-S-T P 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 初始值都没有给值 对吗 现在我们这里的图片 都是什么生成出来的 都是静态写上去的 对吗 而初始化说 这个图片都应该是干什么写上去的 动态是吗 是吗 是吧 那应该是动态写进去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动态写入图像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写一个list list 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是什么呢 是1.icon.gpg 1.1-icon.gpg 然后再是 2 3 4 5 6 我们把这个图啊 都给它 罗列出来 都给它罗列出来 这里是 2 3 4 5 还有最后一个 6 那么这样呢 我们上面这块 现在还没有东西 当我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这个 给这个icon.image 干什么 添加图片 是不是 是吧 那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写一个 什么呢 初始化的时候 4.light I等于一个 0 I小语一个 List List 就是List 点Lence 然后再是一个 I++ 对吗 I++ 然后我们在干什么呢 LogImage LogImage 等于一个NewImage NewImage 然后并且呢 并且呢 我们把这个Image 放在谁的里面 放在谁的里面 IconImage List 这个里面 是不是 在Append Chart 来把Image放进去 那么对应的Image 基础的Base 这个Base Url 是这样吧 嗯 MING M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